社会上许多人赚不到钱的根本逻辑 自己的财富能量太低 而决定一个人是贫穷还是富有的本质 很大程度就是看这个人的财富能量是否高贫 一个财富能量越高的人就能显化更多的财富 还能够一定程度的收割那些不如自己的人 能刷到这条视频绝非偶然 今天我给你分享四个能够提升你财富能量的心法 认真看 认真学 第一 做事情永远不要想着速成 世界上所有告诉你速成方法的人 本质就是想收割你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 你期待天上掉鲜饼只会让你和财富运员 脚踏实地比什么都重要 第二 从现在这一刻开始 就把你脑子里面的想法变成行动 如果你现在想去开烧烤店 那么就要立马去开 如果你现在想直播带货 那么你就立马去做 不要等待 不要找任何借口 做项目最好的时间是三年前 其次就是现在 如果三年前你错过了 那么你就珍惜当下 好好地干 一定可以收获财富 第三 不在不能带来效益的地方上花钱 多攒点钱 留着关键的时候用 如果你买一双球鞋只是为了攀比 那么不买也罢 如果你想买一个最新款的手机是为了玩游戏 那么也不要去买 除了消费的东西能够给你带来收益 就好比你想买一套西装为了谈客户 再或者你想买客上提升自己的财富认知 不能带来收益的消费毫无意义 把钱花在刀刃上 第四 没事多看书 特别是经济学方面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能赚大钱的方法都是写在经济学里 给自己养成每天读四十分钟经济学的习惯 那么未来的你一定会来感谢我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